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妳是不希望妳所做的那個 希望是力量支出 親手交到她手上 也可以 可是台北 那個要坐火車 我們坐輪椅的比較不方便 是是是 就請羅斯甲來花蓮禮品項養院 來看我們這邊的 身心炸黑的小朋友跟同學 那妳會親手小朋友嗎 對 會 我會親手挑給她力量支出 愛心沒有國界 在台灣也有很多人 透過世界展望會任養國外的孩童 我們的公民記者就要跟我們分享 她收到任養的 來自波斯尼亞女童的親比性的感動 今天回辦公室竟然發現有一封信 這是誰寫來的 這是從那個 波斯尼亞 有一個小朋友寫給我的 因為我是透過這個世界展望會的 國外兒童的自助計劃 每個月好像繳七百塊 經常有人講 為善不遇人知 但是我是此反對意見的 因為 你要告訴大家 有這些管道 然後可以去幫助別人 這個 波斯尼亞 寫來 這封信 這個小朋友叫 nd 那 這當然 波斯尼亞文妳看不懂 我唸給妳聽 我也看不懂 不過 此外 是世界展望會的社工 她有幫我翻譯了一下 她還畫了一個很可愛的圖 她告訴我 她是住在波斯尼亞的中部 然后他们家旁边都是山 然后他现在是 就读过小二年纪 对了 我们再让他看一下 他的照片 这是 就这个小女生 那他家住在 波士尼亚的中部 他跟爸爸妈妈奶奶一起生活 然后他最喜欢的食物是 那个牌 今天的节目带大家看见 台湾的文型力量 希望更多人 当你有能力时 都愿意帮助别人 PayPal公民新闻报 我们下次见